日本男孩论评被日本猫地藏施下了恐怖的诅咒 虽然能够听懂猫语 但这也只是为了方便赎罪而已 只有替人间的猫咪完成一百件事才能解除诅咒 看似糟糕的人生体验 可却让他身边为满了异性 今天的我们继续看表面是可爱猫咪 实则却是漂亮姐姐的奇幻故事 猫月三角恋 在故事开始前 我想问各位你们到底相不相信神灵保佑 可以发在评论区一起互动哦 论平他们的班级去京都进行修学旅行了 论平还从家里带了只猫真哥去京都 主要是替真哥完成还乡的心愿 在告别真哥之后 论平以为自己暂时可以获得自由 但没想到的是 立马就有猫猫找上门来 原来真哥把论平来京都的事情传遍了整个京都 于是论平忙碌的赎罪生活又开始了 上百只猫围着他要他帮忙 论平几乎抓狂 一天时间过去了 论平都没有好好享受京都风光 夜晚泡温泉时 来女温泉就相隔着一块组板 男生们都在努力地找风想偷看 一盘让论平坚决不同流合污 在那自命清高 这时有两只猫猫来告诉论平 哪里可以偷看到 于是暴露本色的论平想得想 要不就却一下吧 结果行动失败 因为主板都被他推倒了 论平直接滑进了女温泉池力 因此他被老师严厉则罚 第二天论平和水夜风加那一次 三人去自由活动 结果有只小猫咪迷路了 于是论平只好帮他寻找 结果这猫正好是郑哥的儿子小郑 而且这两只猫是暂时住在黑帮老大女儿 一只带住在京都的本部 黑道的本部其实非凡 三人还在那被一只带款待了一番 一只带还是十分忠于论平的 如果水夜风不要论平 那么他可要下手了 之后三人告别了一只带 不小心路过了情侶聚集之地 气氛一度尴尬 因为两位女孩都对论平有了想法 而论平想和水夜风单独相处 可加奈茨则想和论平单独相处 谁知道支持知晓这个祖宗秘密的 曾的女儿秦英和朱莉又不请自来 和论平的妹妹妈妈相处得十分浓潇 心意要把论平看作老公 双胞胎来的目的是在 需要帮助的小猫小曼奶乐 小曼喜欢母猫小叔 但是小叔嫌弃他太笨拙了 连抓麻雀都抓不到 所以小曼想请求论平锻炼他 只要能够让他抓到麻雀 那种程度就行了 好家伙 你躲着我心里没数吗 瞧你这身体肥胖还行动缓慢 但吐槽归吐槽 你不方就得罪了这猫地脏 于是第二天论平就带他去锻炼 结果碰见了水野风和一只带 一只带以为论平是为了锻炼身体 而成为配得上他一只带的人 于是就强行把论平拿入了田径布 进行鲁布体验 加赖子也和他一起体验 于是对小曼的锻炼也搁置了 第二天锻炼 又碰见了水野风 水野风对论平总是无意间的进行身体接触 那论平真是心花怒放 水野风还拿手帕给论平擦汗 论平回去后把手帕论真的洗干净了 终于一旁总是被忽视小曼看透的一切 你是怕连北做电灯泡吗 于是他决定报复一下论平 他偷偷解读了女生换衣间 把水野风的内衣给放进了论平的书包里 论平和水野风在田径布断念结束以后 论平分享完水野风手帕 能够拿出来的竟然是水野风的内衣 场面极度尴尬 最后水野风眼含泪花地逃走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开心还是难过 论平崩溃了 论文自己和水野风好不容易好起来的关系 又要破裂了 论平知道是小曼的报复后 安心了自己总是忽略他 于是开始认真锻炼他 小曼锻炼得很重要的时候 去找了小叔 而水野风把内衣的事情告诉了加赖子 何以之来 他能怒气充听了去质问论平 你为什么不偷我们呢呀 在尴尬之下 论平说是猫干的 幸好确实有目击者看见了猫叼的内衣 才给他洗刷了园区 于是水野风和论平之间的尴尬化解了 甚至因为这个举动 而有了更加微妙的联系 前往考试前的一段时间 论平本来在紧张学习 却被同学给拉到了游泳池嗨了 水野风他们也来了 论平本来不情愿的 但是看到水野风他们可爱的泳衣以后 瞬间醒着陶醉了 在论平和水野风互夸泳衣好看的时候 一旁的加赖子不爽的 立马把论平弄进了泳池里 再加上一只带 因为揉了加赖子的胸部 两人因此大吵起来 他两时候足蹈的时候 论平本想过去劝和 和正好接触了 被加赖子碰到的水野风 随后也毫无误差地握住了他的胸部 论平直接上楼的流鼻血了 论平在去义无知的路上 碰到迷路的小猫 这时加赖子来找论平 于是两人合力把小猫 送出了游泳馆的高墙上 这为数不多的人世界 让加赖子十分的快乐 然后两人有说有笑的一面 给水野风看见了 水野风仿佛知道了 加赖子的心意有些失落 因为这次游泳 论平感冒了 于是加赖子去他家 送学习资料 还想给他诅咒 论平看不出水野风 人也有些失望 这间论平家里来了 一只叫茶虎的小猫 他来请求帮忙 茶虎的主人本来是 每天给他吃肥肥的松板牛肉 超贵的一种肉 但是在昨天傍晚 他的主人看见了电视 说肥胖会是猫早食 于是今天就给他换了猫食 酸给的是猫的正常食量 但是茶虎却觉得被虐待了 甚至责备主人向离家租走 论平训施了这个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茶虎 然而他因为发烧家座而昏倒了 加赖子给他煮了粥 奔将偷亲他 但是一想让他喜欢的人 是水野风 就失落地回家了 但也希望论平能够知道他的心意 情况考试结束了 论平他们的成绩都及格了 这加赖子没有及格 于是老师让加赖子写 关于城市的相读史 差不多20页左右的报告 就需要查掠大量的资料 所以论平就带加赖子 去找了那位 侍奉猫地葬的僧人 因为秦姻朱莉的爸爸了解乡都市 在僧人的长篇大论后 加赖子早已睡着 等听完僧人的长篇大论 他们跟着双胞胎去浏览了一些 有灵异色彩的地点 最后他们来到一只大骚财猫前 传闻说在这骚财猫上涂鸦 就会被诅咒 加赖子不信 话了两道 朱莉就十分严肃的责备他 并擦掉了涂鸦 又没感觉双胞胎有些奇怪 于是夜里去找他们 发现他们竟然变身为 驱魔少女 和那个大招财猫 打斗 原来他俩真的会驱魔啊 朱莉说这招财猫 会因为被涂鸦而愤怒地变成妖怪 就是目前这情况 朱莉给了招财猫一击 没有打倒他 能量被消耗了 于是他就开始吃甜食补充能量 然而 招财猫把甜食打落 也控制住了润饼 情因 朱莉倒地不起 润鸩拼命地用嘴叼了甜食为朱莉后 朱莉瞬间能量充足 达到了招财猫 而说到朱莉 他从小就灵感很强 能够看见普通人所看不见的事物 所以他从小就和其他小朋友有距离感 一直都没有什么朋友 而琴音音从小就很容易对一些人进行异想恋爱 也就让大家必然远之 不久之后的末天 森林不小心碰到了空罐头 空罐头弹到猫地藏身上 猫地藏的头就这样掉了出来 大家都以为是森林打破了猫地藏的头像 论平也不敢出声 毕竟之前的猫地藏已经被他踢坏了 他只不过是重新摆上而已 朱莉说猫地藏很是生气 怨气从生 于是论平为了缓解他的怨气 就想去打工赚点钱 为重塑猫地藏捐款 论平却坚持 加莱子以为他是想赚钱给自己买圣诞节的礼物 但是论平立马否定了 加莱子就有些闷闷不乐 当他想到论平也许是要去给水月峰买礼物 顺便告白 贾莱子就坐不住了 立马就询问水月峰关于圣诞节的计划 水月峰三天是参加社团活动 加莱子才松了一口气 之后加莱子请论平一举去看电影 论平相见小时候的友情 决定给他好好相处 看电影之前两人一起逛了很久 论平竟然把路人冷成了水月峰 这让加莱子心中有了抢走好朋友 水月峰喜欢的人的罪恶感 论平在以前加莱子送了布偶去电影院 当活动电影院送了个特殊挂室 论平给了加莱子 看电影时 加莱子想清楚了 决定一直以朋友的身份陪伴在论平身边 这天论平帮助野猫的画面 又给路过了水月峰看见了 还听说了他诅咒的手势 水月峰怀疑论平真的得了诅咒 因为水月峰的怀疑 论平当天就长出了猫耳朵 对猫过敏了他 立马晕倒 发现了论平异常的双胞胎姐妹 李吉把他救了出来 然后藏在了寺庙里 朱莉给他戴了招服帽子 可以不让耳朵露出来 而想让耳朵消失 就得消除水月峰的怀疑 于是他立马约了水月峰见面 并且告诉他 自己是因为在招财猫的身上涂鸦了 所以感觉自己被诅咒了 李吉算一致时 一致他路过的时候 斩了论平的招服帽子 他的猫耳朵就露了出来 论平赶紧逃走 那一致他还以为是狗子本类 论平逃走后 完全变成了一只猫 因为水月峰在看到他的猫耳朵后 他又怀疑再度假中了 变成猫的论平 因为过敏而言一息地藏在公园里 水月峰在公园里 爆竹了变成猫的论平 论平论平论为这应该 也死而无憾吧 这时论平帮助过的猫 都聚集了过来 水月峰想起以前论平 对猫猫们的过分亲密行为 他瞬间觉得这只是普通现象了 当他不相信 有什么猫地藏的诅咒的事情时 论平突然又变回了人类 就这样 猫地藏的怨气暂时平息了 生日节这天 假来自取得愿 是能够和论平继续相处 论平和水月峰 则是想跟对方更进一步 那论平的诅咒还未结束 猫猫只是还没有第二季的消息 是最可惜的事情 这个系列真的是 可谓是当人吐槽不断 观众也因不切实际而终论不休 当你以为这是一部鲁猫片 它确实后宫翻 当你以为是后宫翻的时候 它就是抽冷一番 而且仔细一想 好像还能炒骨 可是对比一下如今的动画质量 呃 似乎猫猫院的女主造型 实在有点小辣垮 在那12集想要一口气看完 由于没有看过原作 结果来个未完结 一等就是11年 幸好这番剧 蠢萌蠢萌的画面 收买了人心 以至于一部分爱猫人士 觉得挂羊头卖狗 给了第一分 有关过这部番剧 大多数都还是良心的 给了4分 不少视频前的你 任何论平更适合 跟谁在一起呢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有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都会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